主料,大蒜,250克,鸡蛋两个,辅量,红辣椒一个,炸虾米,盐,油,生抽,鸡精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大蒜洗净,控干水分,切小段,辣椒切丁,虾米接间一小时洗净泡发,泡发的虾米中打入鸡蛋,加酱油打散,锅中倒油,烧热后倒入不周四, 当鸡蛋和虾米凝固后盛出来,锅中重新倒入油,烧运后加入辣椒丁翻炒,在辣椒丁稍微变软时,加入大蒜继续翻炒,大约一分钟后加入盐,继续翻炒,当大蒜变软,倒入不周五,进行最后翻炒,出锅前撒入少量鸡精提味,烹饪技巧,想要提前浸泡,不然吃的时候,会觉得口感有些柴, 整个制作过程肉中大火,快速翻炒完成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